Hello 欢迎学习爬成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爬龙境界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动态网页的数据抓取 那么什么叫做动态网页呢 其实动态网页的话 它就是你在整个页面 整个页面没有变化 只是它局部刷新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种网页的话就叫做动态网页 就叫做动态网页 好那么动态网页的话 它采用的是那个阿甲克斯技术来实现的 就是一般我们在说到这个动态网页的时候 一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阿甲 使用的阿甲克斯技术的一个这样的网页 好那么什么叫做阿甲克斯技术呢 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来做了一个 把阿杰克斯这几个英文字母 把它的全程把它给写出来了 阿甲克斯前面这个A的话 代表的是那个E步的意思 E步不是是这个E步 是这个E步 然后G的话就是JS 就是那个JS对吧 JS A的话代表的是那个A的 XML的话代表的是XML 他的那个发音程中文就是叫做E步的JS 和XML 那么这样的发音程以后还是不太好理解 对吧 那么我这句话就直接说一大百块来告诉大家 这个阿甲克斯他的技术就 这个技术 他就是使用这个JS 使用这个JS这个技术 然后的话E步 E步和后台发生这种数据请求 请求的格式使用的是这个XML这种格式 就是比如说我把数据发送给服务器 使用XML格式 服务器把数据发送给我 使用XML格式 那么就是总和起来就叫做阿甲克斯 就叫做阿甲克斯 那么这的话 可能一个东西还不能懂这个阿甲克斯是什么 待会的话我会跟大家 在一个在看一个真实的网页 给大家看几个真实的网页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这种阿甲克斯技术是怎么应用的 他是在后通过在后台与服务器进行少量的数据交换 阿甲克斯可以使网页实际一步更新 实际一步更新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在不重新加载整个网页的情况下 对网页的部分进行刷新进行更新 传统的网页 就是那些不使用阿甲克斯的话 如果需要更新内容 那么的话必须要重新加载整个页面 那么我们这里就接下来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已经讲过了 就不就不就讲了 好这里面还有说明一点 就是因为传统的数传统的 传统的网页 他在那个数据传输方面 使用的是这个XML这种语法 就是在他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使用的是XML语法 就是传统的那种阿甲克斯 他刚开始就使用的是这种XML语法 后面的话因为技术的不断更新 不断的改进 他现在后面的话 就不再使用这种XML语法了 而使用什么呢 而使用这个JS的数据来进行数据交换了 对吧 这个我JS这个数据的话 我相信大家之间一是已经听说 听说过很多遍了 就是前后的数据 采用的是这种JS数据 前后是这样的JS数据 所以这个阿甲克斯 其实如果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讲 他不应该叫做阿甲克斯 应该叫做什么呢 AGA才对 对不对 因为后面这个 这个数据格式并不是一个XML的 而是一个JS的 对不对 而是一个JS 那么因为阿甲克斯这个技术 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的话 一直叫 就是这么叫过来 虽然现在这种数据 已经从XML改成JS 但是叫法 还是保持之前的这种叫法 是这样的 还要说明点是什么呢 使用阿甲克斯加载的数据 即使使用的JS 即使使用的JS 这个技术 将阿甲克斯将那些JS数据渲染到的浏览器当中 但是的话 你通过右键查看网页元代码的话 还是不能通过 还是不能查看到那些通过阿甲克斯技术 到技术 或者到的那些技术 只能看到通过这个URL加载的这个XML代码 这个地方我就来跟他一起演示一下 好了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这个地方我准备了一个网站 给大家来看一下好 这个网站的话 他就使用的那个阿甲克斯技术 使用那个阿甲克斯技术 哪里使用到的呢 投资用我们这个地方 恐怕的加刷一下 好刷进完之后 我们把属于滚动到最下面 他在这个上面的话 应该是只有10篇文章 12345678910 只有10篇文章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有个按钮叫做查看更多啊 对对 那么如果我点一下查看更多 他这个下面的话 又会重新加载10个啊 又会重新加载10个啊 10篇文章到这个地方来啊 当时啊 他重新加载10篇文章到这个地方来 你可以看注意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UR的话是根本没有变化的啊 或者是说什么呢 或者说这个网站 他是没有重新加载的啊 这个网站是没有重新加载的 什么叫做重新加载这个网站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按下这个键 按下这个键 他这边出现了一个小圆圈 转一下啊 然后的话 或者是你按下控臭加啊啊 刷下这个网页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叫做重新加载的整个页面 重新加载的整个页面 就是从相对是重新向服务器发送的一个请求 去请求这个要 将这个里面的数据 重新获取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就叫做重新加载的页面啊 而这个地方的话 他你点击查看更多的时候 他使用的是这个阿杰克斯技术 阿杰克斯技术的话 他就可以不重新加载整个页面 他可以什么呀 他可以啊 一步的就是在这个下面啊 偷偷的向服务器的另外一个接口 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服务器接受的这个请求要再响应啊 比如说现在你要请求实名文章 他在响应实名文章给你 然后以这个GS的形式返回给你 返回给你 GS拿到这个GS数据以后啊 他再通过GS代码啊 然后把这些GS数据装到这些什么呢 装到这些 把把这些GS数据好 放到一些HDMI代码当中啊 然后这些HDMI代码的话 也有这些什么呢 也有这些class啊 所以的话 他再把这些东西啊 再把它给添加到这个里面来 再把它给添加到这个后面来啊 这样的话 这个数据就又能够显示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了啊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点一下 查看更多 是不是这个地方又来了 实名文章啊 对 注意哈 这实名文章的话 他其实底层都是使用的是那个GS数据 反馈给你的啊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数据 他反馈过来可以展示成这个样子呢 啊 就刚刚我也已经讲过了哈 就是他是通过这个GS这个技术来做的 你知道吧 就是他拿 比如说你拿 他拿到这个标题 拿到这个图片 拿到这些描述信息 他不会直接放在这里 他是先啊 将一些真的SDMI代码啊 啊 给他 给这些数据进行一次这样的包装啊 包装完成又再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这些东西啊 显示的更加美观一点 对啊 这个的话就是使用的是阿减克斯技术啊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什么呢 我们点击这个查看更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页面是不是没有刷新啊 对 你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他一直是这个logo 你看看我点一下 是不是一直是这个logo 这个地方压根就没有任何变化啊 对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技术啊 他使用的就是这个阿减克斯技术啊 好 这个地方来到network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点一下查看更多 他这个把鼠标滚动到最上面啊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发送了一个请求啊 你们看到没有 是不是发送了一个请求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正式的我们刚刚的那种说法 对吧 就是这个网页哈 你在点击加子更多的时候 他就使用的是阿减克斯技术啊 就是他在底层啊 他偷偷的像这个油发送了一个这样的请求 那么发送了这个请求以后啊 这个呃 这个什么呢 这个服务器的话 他就会返回一个响应数据啊 这个响应数据的话 就是一个这样的杰斯数据 看到没有啊 这个地方我可不得加A 可不得加C复制份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杰斯的点C 然后的话拿到这边来 可不得加V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些这样的杰斯数据啊 对啊 就正式数据的话就是 呃 他这个地方要展示的这些数据对吧 呃 杰斯拿到这些数据以后啊 他再把这个名字把这个标题啊 再放到这里面来啊 把这个图片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 对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它给写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种技术的话 就叫做A的克斯技术啊 然后A的克斯技术的话 还需要注意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网页使用了A的克斯技术啊 我们这部分来刷新一下 好 重新刷新的这个一面 重新刷新这个一面的话 那么现在他又有又只有十边文章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这个网页羊代码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下 好 这个得到APP 呃 这个看一下啊 怎么复制呢 来这个地方哪复制下啊 好 可能叫我复制下啊 然后来这边可能叫F 可能叫搜索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话 呃 在这个页面好 这个的话是网页羊代码啊 是哪个网页羊代码呢 是这个页面的那个网页羊代码啊 这个页面的网页羊代码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搜索到得到APP托不花 这就是这些文章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网页羊代码当中我们可以搜索到这个里面的这些啊内容 对不对 这些新闻的内容啊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点一下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的话 他这些数据后面实条这个新闻这些数据 他是不是通过阿甲克斯技术加者进来的呢 如果是通过阿甲克斯技术加者进来的 那就不好意思 这些数据你在网页羊代码当中看不到 明白是吧 不信的话我们来跟他讲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地方右键再来查看下网页羊的嘛 然后我这地方来搜索一下啊 这个是相识于威识 对吧 我们这地方可能加C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啊 可能叫F搜索一下 是不是搜索不到啊 这地方我再把它给删除一下 是不是也搜索不到啊 对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哈 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你通过阿甲克斯技术啊 通过阿甲克斯技术加者的这些数据 他并不会在这个地方写 在这个查看网页羊 查看网页羊代码这个里面显示啊 这个查看网页羊代码 这个里面的这些网页羊代码 只是什么呢 只是你第一次点击重新加者这个页面啊 你定你刚开始重新加者这个页面 里面的这些羊代码 可以在这里面看得到啊 那么如果你是通过这种阿甲克斯技术加者进来的啊 即使他添加到我们这个网页当中在这个地方也是看不到的啊 在这个地方也是看不到的啊 当然好 你又进来检查啊 然后点击这个爱的这个地方的话你是可以看到的啊 这个你比如说查看网呃 查看更多对吧 查看更多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啊 哎 这个数据的话 在我们的人爱的门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 去通过阿甲克斯加者进来的这个在爱的门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当然是在这个网页羊代码当中你是看不到的 好吧 这个地方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呃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对吧 就是 如果我们再去写爬竹的时候 我们请求到这个网页当中 我们请求到这个网页的话 那么我们要爬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新闻信息 那么你爬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新闻信息的时候啊 你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查看这个网 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网 网页羊代码 通过这个网页羊代码 再去分析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 再把它给提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啊 通过阿甲克斯技术 呃 做的 是不是这个里面这些数据 它总共只有前面十篇啊 后面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你通过传统的 爬竹的方式去获取的话 就获取不到对不对 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这个 阿甲克斯技术实现的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第二个主题的啊 就是这个怎么去获取这个阿甲克斯技术啊 那么获取阿甲克斯数据的那个方式 这个地方我列出的两点啊 第一点的话是直接分析这个阿甲克斯调用的那个接口 只要的话直接通过这个代码去请就这个接口啊 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网页当中 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些新闻信息 它是通过什么网络去 它是它是通过什么接口去获取的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点一下加载更多 它是不是在这地方发送了一个请求啊 点击这个heads 是不是发送了这个请求啊 那么我们以后想要去获取这个新闻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那个啊 代码当中 我们只要使用那个request库 或者使用那个yourlab库 去请求这个接口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些里面 新闻里面的这些数据啊 对对 而且你在分析这个接口的时候 你还要分析它的一些这样的参数啊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pe的话代表的是那个配置 代表的是当前是第几页对对 n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一页需要过去多少名文章啊 那么你分析完这些东西以后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去爬取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信息了 对对 比如说我要爬取第十页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pe改成十就可以了 对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样的话啊 就是我直接分析这个接口 分析完这个接口 我直接通过那个代码的方式请求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对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而且这种方式的话还更加简单 我就不需要在这个网页当中去分析这个数据啊 使用XM 使用那个XBUS预防 或者使用那个BELTOSOP去解析 对对 这样的话就更加发明一点啊 因为他这个东西反过来的直接是一个JS数据啊 我们JS数据的话非常好办 因为我们有那个啊 JS的点load load的话就可以把它给load成一个字典 使用字典的话是不是就更好去解析啊 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好 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是使用这个啊 Cinonym加这个啊 Chrome Java这个模拟浏览器行为来过去这个数据啊 这个Cinonym加Chrome Java的话啊 他就相当是什么呢 相当是模 我们用代码的方式去操作这个浏览器啊 用代码的方式操作浏览器 用代码的方式操作浏览器的话 那么啊 浏览器能够反复到的 我这个代码也都能够反复到啊 并且我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去 去操作这个浏览器的话 我还可以获取到这个浏览器当中啊 他返回来的这些数据啊 比如说你这边通过这些JS数据返回来的啊 通过这个JS数据返回来的啊 那么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也是可以获取到啊 说的话第二种方式的话啊 第二种方式就相对是什么呢 相对是我们自己写代码啊 写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用这个机器人自己帮我们去点击这些网页啊 点击这些网页 然的话我们在这个机器人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代码当中啊 我们去获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把它给提出来啊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是最保险啊 当时的话他工作量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对吧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两种方式啊 就是啊 啊使用阿贾克斯技术啊 不是过去阿贾克斯数据的话有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分析啊 这两种方式 他们之间的一个真的优缺点 好吧 好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分析这个接口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分析接口的分析接口啊 好 那么这种方法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他的优点就是啊 直接可以请求到这个数据 对吧 就是我们直接调入这个接口 就直接可以拿到这个数据 不需要做一些解析相关的工作的对不对 直接将这个json把它给漏的成来啊 把它给漏的成一个字里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把它给解析出来了对吧 而且他的代表量比较少 因为你不需要去解析嘛 而且你请求数据的时候啊 你也不要那么麻烦对不对 所以说他代表量比较少啊 然后他性能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因为我请求完成以后 我也不需要做其他工作对吧 那么我这个性能也是比较高的啊 这是他的那个优点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他的那个确定啊 他的确定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负责啊 分析接口啊 分析接口的话是比较复杂的啊 你就像是分析这个地方分析这个接口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是没有一定的爬虫经验的话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他这地方使用了什么样的接口对不对 而且啊即使你分析到了这个接口以后啊 他有些网站的话啊 他给你做了一些这样的加密啊 给你做了一些这样的加密啊 在这个后面传的这些仓数 传的这些仓数的话 虽然我们这个网页的话比较简单 P的话代表的是配置 N的话代表是多少页对不对 而且啊 像有一些这样的网站 比如说拉购网啊 比如说那个什么呢 有道词典 那么那些网页的话 他是对这个什么呢 对这个仓数 他给他进行了一些这样的啊 加密啊 进行了进行了一层这样的加密啊 他传进来的这些仓数的话啊 你可能不知道他传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仓数啊 就是他这个后面可能给你一创乱七八糟的一个这样的字符账 那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字符账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可能随便随便写几个 随便写几个的话 他肯定是不行的对 那么这次的话 你就应该要去 你就要去分析一下他这个仓数是怎么尝试的 这次的话 你就应该什么呢 你就你 你就可能需要去用到那个 就要去分析那个GS文件的啊 这次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定的相应的GS功底了啊 就就需要一定的相应的GS功底啊 说的话哈 你直接去分析这个东西的话 他说虽然代表上比较少 但是这个破解工作的话是比较麻烦的啊 这个破解工作是比较麻烦啊 这个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有道四点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来右键来查检查一下啊 然后我这个地方我们来呃点一下这个翻译吧 来到这个翻译这个一面啊 这个地方来到哪个哪个我这个我先清一下啊 好这个地方比如说哎再清一下怎么这么多 好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什么的 hello啊 然后我点一下什么的点一下自动翻译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哈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请求是通过呃看一下啊 是通过这个网络请求发送出去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反过了一个你好啊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你好 他其实啊他你在点击自动翻译的时候 他就将你这个文本框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发送给这个发送给这个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的话 他接收到这个数据以后 他就把这个结果把它给返回 返回完以后再来到这个地方啊 再把这个数据写着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响应这个地方对吧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反过接口就是你好啊 对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去分析一下他这个接口啊 他这个接口的话 他发送了什么呢 他发送了很多这些数据啊 发送很多这个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啊 他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加盈 你知道这个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吗 对啊 当然好 这样看起来可能比较好比较好看 就是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一个时间戳啊 就是距离1970年1月1日的那个时间戳 然后第二个什么呢 第一个赛这个签名 这个签名 你是不是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 对 说的话好 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他的这个JS代码啊 他这些东西 他是怎么尝试的 他就是通过JS自己尝试的 尝试完之后 再通过JS把它给发送出去啊 那么这的话 你就要去分析一下他那个JS代码了啊 说的话好 你就应该有相应的一定的JS功底了啊 说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比较麻烦啊 好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这个Sendium 加这个Chrome Driver Chrome Driver这种方式啊 这种方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呢 熟悉的话来看是这个优点啊 它的优点是直接可以模拟流浪器的这种行为啊 只要流浪器能够请求到的 那么使用这个Sendium也能够请求得到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还是拿这个有道词点这个东西来讲对吧 我这个地方我就不管你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了 我就不管你这些参数是什么东西啊 我直接将这个东西关掉就可以了 我需要关我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页面啊 这个页面的话你在这个地方输入的是那个hello 点一下的时候可以获取到这个结果对不对 那么我使用这个Sendium的话 我就可以去模拟你的你的这种行为 使用这个Sendium哈 可以什么呢 可以自动的去停在这个文本框当中 填充这个数据 可以自动的模拟你这种点击的行为 换取完这个点击的行为以后 点击完这个东西以后 它是不是就会把这个数据显示在这个方案 对不对 那么我通过这个Sendium这个代码 我就可以获取到这个网页当中 这个这个输入这个这个什么的 这个框当中的这个盒子当中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直接通过一个机器人的方式 去或去操作这个网页啊 对吧 就现在是一个机器人自己帮我去操作这个网页 然后把这个数据反过来拿给我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关心那些什么接口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对不对 我就只要把这个代码写好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对吧 比较方便啊 比较傻瓜式 对吧 比较傻瓜式啊 然后爬虫也是更加稳定 对吧 爬虫也是更加稳定 因为 因为使用流浪器都能够访问 因为只要使用流浪器能够访问到的 使用它也能够访问得到 对吧 说的话就是说不容易被那个什么呢 不容易被那个被封掉啊 不容易被被被被识别为那个爬虫 对吧 那么就是被比较比较爬虫更加稳定啊 好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是代码量比较多啊 手机的话 你在这里面你要去啊 你要去模拟他的这种行为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写代码啊 对不对 比如说首先第一步 你要去将这个字符上填充到这个文文宽头 填充完整右接线的 你还用去点击 点击完整右接线的 你还得去什么呢 分析这个网页 再从这个网页当中提取这个数据 对不对 说的话 这里面的代码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多 对吧 相对来讲比较多啊 然后的话 它的性能是比较低的 对 因为你这个爬虫的话啊 你使用这个爬虫 就相对去要打开一个浏览器啊 后期的话 我们会讲到这个东西啊 就要去打开这个浏览键 打开这个浏览器 你才能够请教到相应的数据啊 那么的话 它的性能是比较低的 对 你不能直接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去过去啊 你还 你还得打开一个浏览器啊 还得打开一个浏览器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确定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那这几个啊 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啊 阿杰克斯 以及啊 获取阿杰克斯数据的方式的一些介绍 好吧 下期课 我们再跟大家着重地介绍一下这个 Cinema加这个Chrome 如果去获取这个动作的这个数据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这几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